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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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有時候回去跟阿嬤說 想要什麼東西還是這樣 為什麼說 為什麼別人有名 阿嬤就會說 你如果沒老伯沒老父 你會跟他見一隻阿嬤 心裡的感受會覺得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力量 就是有一句話叫做 沒有傘的小孩要努力奔跑 那時候我會覺得 我一定要比別人更努力 如果自己不堅強 還有誰能替我勇敢呢 從小到大李明昌是這麼貼心自己的 哪怕那些別人唾手可得的事 他總要叮阻腳尖才能夠到一點 開店的創業基金是我 之前在飯店早上是當主廚 從早上四點半上班到一點 然後下午中間休息一下 大概三四點去兼拆外送 跑熊貓這樣 這樣辛辛苦苦存下來的 然後我想說開店如果 我沒有做足功課成為那個80%失敗的人 那我又從頭來過 算一算其實今年也不夠26歲 當人說年輕就是本錢 他卻從不這麼認為 因為開店基金是咋從學生時代就開始工作 一路手吃減用攢下來的 更因為想翻轉命運 所以並不認為自己有多少失敗的本錢 只不過話說回來 開店當老闆又何嘗簡單 好比這天上午原本從市場採買 回到廚房按部糾班 就能順利出菜 卻因為員工請假請得突然 這一下子又全被打亂 平日中午餐期 客人多來自機關航號 預定的餐盒少擇上百多隻數百個 所以上午通常是最忙的 少了個人手效率就大打折扣 但李明昌可沒打算讓後台的一點意外 影響皆單 店開兩年時間不算長 倒是身經百戰和乘桌的性子 讓他臨危不亂 還有阿媽起了大早麥歸曼 一個早上積少成多 仔仔細細的調整好配菜 還是相當激烈的 我們老婆的人也不得了 給他送上去 阿嬤就不得了 阿嬤也不得了 阿嬤也不得了幫忙 就是這樣 阿嬤也是肝脱人 也不得了幫忙 終究有太多的無奈吧 老人家的不捨合力不從心 從李明昌六歲起 就只有與日據增名在遞檢 大概在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 就是我爸媽本來就離婚了 然後後來我爸因為 應該是怯盜 然後被抓進去關 所以我媽在家只有帶我弟走 然後就把我跟我姐 丟在我阿嬤家門口 記得那個時候應該是 七八點吃飽飯的時間 他說我媽媽把我帶我到外面 然後我不敢叫人家 這樣 我真的不敢叫人家 就直接靠 我看著我自己 心想跟人家靠 就這樣把他抓進去 其實長大的過程裡 好幾次李明昌是這麼沮喪著 並不解的 為什麼被拋棄的偏視自己 只是生活似乎也沒為他留下能愛怨的空間 那時國中畢業阿嬤年紀也大了 情有介紹的熱炒店正好缺工 半工半讀於是也開始填滿生活 像那時候打工 剛出社會還反應還沒有那麼快 然後看到老闆菜炒好沒有趕快端走 他炒瓢就 剛好炒完菜很燙就直接手燙過來 就是反應一下 可是現在想一想沒有他那麼嚴厲的教導 我應該在外面吃不了那麼多苦 努力認分 也可能對料理有著那麼點天分 記得他從熱炒店一路到海鮮餐廳 18歲就做了頭顱師傅 後來進飯店也創下 歷年最年輕主廚的紀錄 像我學廚房我會自己的事情 趕快想辦法做完 這樣也提升自己的能力 然後會想說別人他不會主動教我 因為他趕快做完趕快就下班了 還教你浪費時間 所以我就會趕快把事情做完 然後去幫別人 他就會很樂意你幫他 然後也會順便分享他的經驗 這樣會學得比別人更快 或許該說 踏上廚師這一行 早在許多同儕 還不愁吃穿享受探尋自我年紀時 大體上他就別無選擇了吧 阿嬤就說大家都要考慮了 你真的不想讀大學 然後我就說沒有 我要學廚房這樣 然後阿嬤說 你不用煩惱錢阿嬤會把你傳路好 然後我就說 我還是要學廚房 對 畢竟那有可能是阿嬤的老本 然後我們讀完書跟人家一起上學下學 真的不會讀書的料 你畢業以後能做什麼 所以既然學做菜能闖出自己的路 可以開店抱搭阿嬤照顧好家人 那又何必再有懸念 我記得有一次是寒流來 然後又下大雨 那時候我買東西剛好拿給阿嬤 然後她就說 那路後又那麼寒 你不要走到那裡疼了 你有那裡欠錢嗎 下班阿 八點外馬仔 四點還要上班 你又在那裡上回這樣 然後我都跟阿嬤說 沒有啦 我這上後就要回來了這樣 就是安慰他們 讓他們不要再擔心了 可是我心裡想說如果 如果我沒有比別人更努力以後 會怎麼比別人更成功 而且如果我沒有去兼差 再多賺一點積蓄的話 要怎麼創業 想想這一路還真是太不容易 先別說過去那幾年 為了存下創業的錢 一天做足兩份活 夜裡根本睡不了幾個鐘頭 後來打定主意要賣輕食餐盒 家人前輩們更沒看好的 他們會說 你賣一百多塊的便當在 我在台北吃都沒有 人家都不會吃這個價位了 你在花蓮開開得起來嗎 可是我心裡就想說 我做的一定要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我就想說 我有什麼本事可以跟別人不一樣 而其實李明昌是這麼想的 他在餐廳學料理海鮮 在飯店學經營館裡 事實上全都能派上用場 尤其在花蓮主打 新老海鮮的輕食餐盒 縱觀整個市場他還是頭一個 亮點朱如選了鬼頭刀魚卵做主菜 慢火煎出焦香 鹹鮮又農腹就比 汆燙搭配美乃滋要開胃許多 像水煮的話它甜分就會流失了 所以我們會用小火慢慢煎到熟 而且也會增加它的香氣 其實煎的話你要起鍋前 再油吹大一點把油逼出來 它不會想像中有那麼油膩 所以油煎上舊式煎 虱目魚肚吃中跟盤載魚也是同等道理 唯獨小捲用的是西部漁村 偏古早味的鹽嗆方式 調味靠江絲米酒跟鹽巴煎到金黃 最後收汁提出甜韻 它好處的話就是甜分不會像燙的這樣把它流失掉 像外面有的會先燙過再下去料理 這樣甜分就不會那麼高 說穿了主菜一如門面 對講究的廚師來說 又怎能允許拿手強向讓自己濕了顏面的道理 所以就算挑脫海鮮 豬排肉得要是自己挑來斷過筋的 就怕像廠商叫貨機器輕輕滾過不到位 肌理口感就更顯老人了 而配菜為了走出區隔 透過菜商從排位市場下手更是必要的 因為像我們可以用一樣的菜架 讓客人吃到比較好的菜色 舉例像如果人家一斤40塊的菜 只能吃到小黃瓜大黃瓜 我們可以吃到結瓜 像如果人家一斤30塊的菜吃地瓜葉 我們可以吃到白線菜 或是花蓮在地的龍鬚菜 大出著眼小出著手 從開店第一天起 他是這樣戰戰兢兢不曾鬆懈 才轉來線下的穩定 尤其初期店剛開 違購率還不高時 為了大局著想 他甚至堅持畢竟損胚的痛 像有的時候可能下雨啊 還是含流來會影響到生意 然後會有剩菜的那個客人 那個員工就會說 老闆這個還剩那麼多 留著明天再用 像這樣我都會堅持把它丟掉 因為人家花一樣的錢 為什麼可能前半段來買的是昨天的菜 後半段的客人是買到當天新鮮的 我就覺得這樣差別待遇 而且會影響到品質 所以就乾脆丟掉 就這樣電開前半年慘痛七歲過 但學費可不能就這麼白白繳了 李明常比別人多做的功課 是上網找創業資料研究 觀察客人回購的頻率 再以會員之統計喜好數據 還仿效素食餐飲 每隔一段時日就變換季節新品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流量池 我們有就是以會員價的方式 讓客人買便當 讓客人在這邊都有留資料 我們可以記得客人的興趣喜好 他喜歡什麼備注啊 要辣椒醬啊之類的 下去鞏固這個客員 前期靠口被爬得吃力 等到店有盈餘在著重行銷 他說這是窮人迫不得已採選的路 但其實一步步走來 踏實的不止腳步 也還有心路 我也很感謝以前的我 還好堅持住被廚房的師父 通罵一頓 沒有因為這樣放棄廚房這條路 也因為有走過這些路 才可以比別人更艱辛 是曾經犧牲了想說才得以想說犧牲的版 過去那個美傘的男孩茁壯了 正是因為奮不顧身一路向前 也才有今天這雙能為家人遮風擋雨的壁棒 在這雙能上 他也在這雙能上 他也會幫妳頂便